Hello大家好,我是温仔 一会儿呢,我又要去拿一个特殊的快递 这个快递是我们大学给我们发的 因为我们大学它在三亚 就是海南那边嘛,热带水果比较多 然后我们大学嘛,它就有一块空地 老师就会把它拿来种芒果 所以每年的话到芒果丰收的季节 学校也就会给我们学生送那个芒果 所以说一年,今年的话 因为疫情大家都还没有返校 就是以一种邮寄的方式寄过来了 所以我非常幸运得到了这个名额 一会儿带大家去看一下 在去拿快递的路上啦 穿着我可爱的睡裤 三三 我已经拿到了 快看,这是我拿到的快递 然后这边是我们学校 家的礼物,甜蜜守候 然后看这里 来自五香妈妈的味道 感动 现在已经人到家里了 然后这一箱快递已经在我手上了 我现在就准备对它进行开箱 看看我们学校到底给我们送了什么样的芒果 因为海南那边嘛 水果真的特别多 我觉得我大学这几年 吃到的水果 像那种红星火红果呀 芒果啊 吃到就是又好又便宜的那种 这些 这些的话 还是那种 我们老师他们亲自摘好的 给我们拿出来的 看这里有好多这个 就是 防止它在里面变坏了 哇 我一眼就看到了一个这么大 还是红的 这个芒果 天呐 把这一堆先拿出来 天呐 我这一箱真的好多好多 给大家看一下 看 我感觉这一箱子都是 满满当当的 给大家看 这就是一箱芒果 它一共有 123456 78910 1112 21个 有大的 有小的 然后这边都是红红的 真的特别特别好 学校太有心了 除了这么多的芒果之外呢 我还看到了 在这个箱子底下 有这样一封信 这个 因为它是我们学校的一个 官方的微信公众号 它送给我们的 所以说它这个微信公众号 就给我们写了一封信 是这样的 这个标题啊 是 这是不普通的芒果 更是不普通的情谊 是我最爱的小粉丝 大学里总是有很多记忆 第一次入学 第一次考试 第一次宿舍夜谈 第一次上台讲话 也包括第一次度过一个这样漫长的寒假 这个寒假 这个寒假有很多辛苦之处 逆行者辛苦 很多人在最危险的一线奔忙 老师辛苦 为了维护校园安全 保持教学稳定在亲情的工作 同学也辛苦 久别三亚 没有了熟悉的蓝天白云 朋友们只能线上相见 还要尽自己最大的努力 安排好课业 我们总惦记着 给大家的辛苦力 增加一点点甜 一点点落比北坡的芒果甜 今年的芒果在枝头 待了整整三个月 没农药 全天然 树上熟 摘下几季 希望能多保存一点校园风味 也多一点我们的店面到你身边 请收下这份小小的礼物 等待着我们的再度重逢 三亚学院官方微信公众平台 2020年4月20日 这也太感动了吧 因为今年已经是我的最后一年 我的大色 所以说 我可能回去拿个毕业证 我就会离开了 可能就再也不会走了 就是再也不会去那个地方了 不知道什么时候 还能吃到学校这样的芒果了 我觉得学校真的真的有心了 这些芒果到外面买 估计也要好多钱 还是学校直接包邮给我们送到家里来 我爱我的大学 那我们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啦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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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